参加完主播向前冲的鲨鱼有何感受 只能说两个字酸爽 哇 我现在全身酸痛 才闯了三关就已经全身酸痛了 外加一点小感冒 只能说菜就多练太虚了 虽然很虚 但其实第三关落水还好 没去之前都以为第一关都过不了呢 而这次向前冲闯关鱼果 居然闯得最远 刚才没想到 昨天居然是鱼果闯得最远 鱼果白鹤鲨鱼三人鱼果算是最重的 这个结果也是非常出乎意料了 我们还没开始的时候 还在那边笑啊 鱼果 其实鱼果你最胖 你应该是最拉的 别人不敢说 但鲨鱼这次闯关 还真不是最拉的 昨天我们队里谁是最拉的 反正不是我吧 我闯到第三关了 有人是闯到第二关的 这个向前冲比赛看似简单 其实还是有难度的 理论跟实战是不一样的 鲨鱼直呼闯关贼费劲 我万万没想到我闯到第二关 我没力气了 哇操好累啊 闯完第二关第三关 我就不行了 鲨鱼平时私下也没少锻炼 这居然也吃不消 不知道怎么这么累 今天浑身酸痛 人家专业健身博主去参加 都闯不过几关 换做屏幕前的各位 具有把握闯几关呢 虽然鲨鱼现在浑身酸痛 但眼看赛季即将结束 即使带病也要直播充战神 哎 赛季怎么还有两天就更新了 两天鲨鱼能否成功封神呢 按照以往惯例 肯定必封神的 说到这把枪 你们想到的第一个人是谁 肯定和妹子一样 想到老六祖师爷鲨鱼吧 不愧是和平一哥 现在爸爸有人用这枪了 即使夹着还是被认出 妹子还被蒙在鼓里不知道 妹子觉得声音不像 妹子依旧还是不相信 也是有点傻乎乎的 另一个队友已经看鲨鱼 直播确认了 还主动把空头让鲨鱼先捡 这队友也是够好 还差一个消音器 队友给自己献上 妹子还不知道鲨鱼在哪直播 男粉也是为其答疑解惑 由于身体不适 鲨鱼也不想打得太激进太累 找了一个小角落 狗分擦鼻涕 狗了两分半 海边还是圈 哇这个海里这边居然还是圈 鲨鱼看了一眼小地图 便有了战术安排 来我们就去那边站点 过来过来走 此时监狱位置是有人的 但会肯定要往海边赶 队友站点一个斜坡 而鲨鱼则在另一边埋伏 这么大的圈还有十几人了 只要稳住这把 还是有可能吃鸡的 这把钓完真的贼快 我感觉有一个在一稳 必须稳好吧 队友只想过个绝世晋级赛 而鲨鱼直言这把必吃鸡 这妹子也是离谱了 吃鸡真的有这么难吗 鲨鱼边擦鼻涕边问弹幕问题 可没想到忘了关队友卖 这到底是妹子还是小学生 你礼貌吗 我不是小学生 为了缓解尴尬 必须编弹幕 没事我刚刚在念弹幕 刚刚弹幕说 这到底是妹子还是小学生 我刚刚想说 这肯定是妹子了 你们听不出来吗 有时候妹子和小学生 真的太像了 甚至连光子 都给妹子匹配小学生 不过光子他以为我是小学生 他给我匹的很多小学生 我好友里面 十个有九个都是小学生 说着说着 队友那边就来人了 你家小学生 打他打他 经过去打 打他了 好嘞 对 对对对 对面肯定要下马鲨鱼 侧边枪线架枪 好 停了 我知道 停了 他停了 一匹 鲨鱼先手顺秒前方集装箱的螳螂 敌人压根不知道哪打的 对面掉下去了 那只能是死路一条 第一波配合不错 鲨鱼起码补个人头 刚开进补掉队友后面再次来人 你们小心点 这个方向 你们屁股屁股屁股来马了 你们 你们注意一下啊 不要动 就到你们刚刚的位置 敌人猛攻队友鲨鱼 继续趴下架枪 我感觉 又后面 又停了又停了 这个位置 让鲨鱼没想到的是队友一秒团灭 鲨鱼想侧边偷袭 都没机会了 对面 这 这 你们俩从来一下都死了 哇靠 他直接马过来了 然后 鲨鱼必卖专心操作 先把敌人再聚马打报废 可打了半天 敌人居然还有马 鲨鱼以为对面已经跑了想追 他是不是走了 被一个觉醒出号机给团灭了 鲨鱼也是怪队友太没用 队友啊 你们两个都把一下都被放倒 你们两个真的是 这结算页面还卡爆了 不要这么猜忍不行啊 哎 站住站不住 一秒钟双杀